三点四个 前面六个 四个 哎呀明显这些都没了 胸口中在家 明显还在家 星期一宣判了 星期二我们就到墓地去告诉二人 政治宣判判到五个中央监禁 同时也把报纸都是烧给他们看 我们把这消息也从墓地就告诉一下 就告诉这种情况 但我们还是怀念二人孙子 二媳妇 2009年7月18日凌晨 林敏一家五口 在悉尼埃平区的家中 惨遭杀害 2017年2月13日 历时近八年的调查审讯 凶手谢连斌被判处五项中身监禁 永远不得假释 对于林家二老来说 凶手夺走的不仅是他们最爱的亲人 还有他们曾经拥有的幸福生活 我们从00年开始 我们两个搬到买里来 儿子给我们买的房 搬到买里来住以后 这样的话 我儿子那个时候在Quick时候住 一到礼拜五的时候 就到买里来吃饭 毫无疑问的 一到礼拜五的话 十个人 我儿子家里五口 完了我女儿三口 加上我们两个 正好十个人 一个椭圆形的桌子 每个人喜欢吃的肯定有的 一半都做到十个到十二个菜 我儿子愿意喝西洋菜汤 每次就是爆西洋菜汤 完了我大孙子爱吃煎鸡蛋 我每次给他煎荷包蛋 我那个小孙子爱吃红烧肉 给他红烧肉 我女儿跟那个混蛋 愿意吃这个毛豆 吃饭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很开心 因为好容易 一个礼拜了 聚在一起 学生有学生的话 大人有大人的话 反正天南海北 什么都问 什么都讲 我不明白的 就问我儿子了 问他们几个 他们几个就回答 我觉得很好 很开心 确实在我们 从00年 我们是2月份搬到那里来的 一直到我儿子被害的 7月17号 那天晚上 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的 这几年一直坚持 从来不见话 问他礼拜天 下午准备到哪儿 每个礼拜天 肯定带我们出去交游去 同事移民到这儿的 甚至于找来移民的 不会开着的老人的话 也不见得这个 比我们去的地方多 我们好多好多地方 有民地没有民地 我说得上的地方 都去过 这很多很多海带都去过 因此说 那个时候是很开心 很这个很开心 但是没想到 后来7月18号 09年的7月18号 这一切都没有了 近十年间 林家每周五晚的家庭聚餐 从不间断 直到惨发生了前一夜 当晚聚餐时的一幕幕 两位老人至今仍记忆有心 那天去11号 我太太家里 还是在准备菜都烧好 上一菜 什么菜什么菜做好好 准备我们只有7点钟回来 就是一起聚餐 当孙子下楼的时候 出去下楼 再见跟奶爷奶 再见以后 走到楼梯 他觉得鞋不好走了 大孙子就回来了 回来怎么事 奶奶我这鞋开了 不能穿了 奶奶好 你坐下来 奶奶可以找一双鞋 我孙子走 我后来我们就想到后 但是把孙子留下 带他明天给买鞋就好了 在心里 后来就想到这 可能孙子有一手易感 走楼梯又回来 后来我们在心里 一直都是感到很 很挚挚 没有把孙子留下 如果留下 就不会完整事 我那个孙子 在礼拜六 礼拜六 礼拜天 在我那住的时候 有的时候跟我喊这个很好的 跟我 奶奶 我叫你学英语 你说 这孩子跟我 教我学英语 但是我就说 我们这些孩子 都是 都是 学习懂事 因为我们两个也 都愿意看书 愿意学习 这样的话 我看到我们这个孙子 孙子 孙女的话 能这样的 我们觉得都挺 挺开心 挺好 这是我们家 就是说 最在心旺 最在开心的时候 最在心旺 最在开心的时候 在记忆 埃平堡去的时候 他那个校长 就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朱峰晴 完了他校长拿出来 我那个大孙子在上面 天里紧接联系人 学生的这个基本情况 紧接联系人找什么 找谁 他都写着我的名字 哎呀 我觉得这就是 奶奶在这个 我大孙子的心目中间的位置 他明知道奶奶不会开车 也不会英语 结果紧接联系人还写着奶奶 说明我这个大孙子跟奶奶感情的尊脸 哎呀 被害得无恶 还一个抓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那一晚没能把孙子们留住 成了两位老人最大的遗憾 可是谁又能预料到 第二天竟会是天人永隔 早上起来之后 第一件事 我说我孙子的鞋留下 要给修理 我就准备找面浇水 准备给修理 把鞋拿一看 哎呦 这个小浇水不够了 整个都开一开 张大嘴了 我就去不了了 我就这样吧 打电话 我就说你打电话吧 看一看孙子到这来 那边来带去买鞋钱 因为他们爸妈妈工作 没有时间 怎么打 打不通 打不通后来就 我就这样吧 打个女儿 叫她要过出去 参通家把她带过来 带她去买鞋钱 老爸女儿说 说不行 今天我有事不能去带他们过来 就这样中间就停下来了 十点钟打电话 打不通后停下来 到十一点多钟以后 突然里接个电话 就是罗伯茜打过电话 打电话 我说什么事 他说爸不好了 明家 明哥家出事了 我说什么事 我不能想 不能说 就都没有电话 他叫 那你们赶紧坐火车过来吧 我说这样吧 你没什么事 你开车过来吧 然后就好 那我开始过来 到那个路的话就能看到 警车 警车 救火车 救火车 能有200多米长的距离的话 全是警车 救火车 没办法就很 心里感到很难受 到底什么事 就不知道 那时就哭了 就不知道什么 就后来往女儿出来 过来 看到我女儿 我就问女儿怎么说 她就说 看到四个被害了 这四个害 四个没看到哥 但是没看到哥 我们觉得他 他哥哥 往而就可能被绑架走了 我们想如果绑架走了 我们就请朋友出钱 多钱 也要把他赎回来 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们很难过的时候 那混蛋家伙就 过来告诉他 大不了把孙女 他收养作一样 但是我还有信心 我说 中国习惯 爷爷奶奶在 你不能收 我就说了 实际上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 我孩子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他就收养作一样 然后我就说 有我爷爷奶奶吃的 我就不能让我身体 没有找 等着到下午 可能三点到中 四点来中的时候 我女儿就告诉我们 说 我哥也没有了 因此这个时候 真的我们两个 他彻底 彻底崩溃了 原来说是四个 我们幻想的 儿子可能还活的 但是到四点多 才知道 儿子也没有了 彻底崩溃 我们两个 当时就是 也不知道怎么呢 但是 当时我还跟这个 跟我女儿家 我说不要告诉布兰达 因为孩子是 不要告诉孙姨 为什么孩子害羞 我们都受不了 那孩子一听到 真的更受不了了 因为孩子在海外嘛 我说就 孩子回来都要告诉他 是他爸爸妈妈去到的 去广州了 正好在广州家里有事 我还想给孩子赏个火 历十八年 凶手终被绳制以法 孙女儿成了两位老人 唯一的精神寄托 她们欣慰地看着 越来越懂事的小女孩 一天天长大成人 也重新找回 承欢西夏的快乐 反正就剩我们两个了 孙女有的时候 有时间她就过来了 她过来呢 她现在还有一些的同学 她在老师家住的时候 几个中国留学生 那几个孩子都挺乖 一个是跟我孙女挺好 另外一个呢 她们也都能说上话 那几个孩子 都叫我们爷爷奶奶 这样的话 她们要来的时候 她们有时那几个孩子也来 这样的话 我们孙女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时间她都来 礼拜五或者礼拜六 昨天的电话说好了 她说她要礼拜五过来 礼拜五过来 礼拜六她都陪我们 这个孙女的地方 还有就是现在过来过节 我说你说她总是奶奶做事 她要做点情奶奶 爷奶奶就吃 我说今天圣诞是吗 圣诞怎么过节 还有圣诞之前什么节 也是 那是母亲节什么节 母亲节 情奶奶过节 很好 这孙女现在也挺懂事的 不错 所以现在有孙女在这 虽然女儿暂时不跟我们来玩 但是有孙女 我们就觉得心情还好 好 我相信我女儿慢慢会明白 我坐在簽子上 吴 我爱你的 我爱我的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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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peg 我爱你 你 就好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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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女给我们写的 爷爷奶奶祝你们圣诞快乐 希望2017年能给你们带来很多快乐和幸福 希望你们能身体健康 过得平平安安 我好爱你们 答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